這個二階段讓我想到 陳水扁當台北市長要連任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台北市也很多人 有意思要出來選台北市長 可是後來呢 三顧茅庫請了馬英九市長 當時退下來 請他出來選台北市長 原因是什麼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當時因為馬英九市長 是大家認為最強的一個候選人 可以贏當時的陳水扁市長 所以其實現在我覺得藍軍裡面 在糾結的一點就是說 不管一階段二階段 國民黨要不要重回執政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政黨裡面的制度 所以當時敦請馬英九出來那個場景 會從現在2020 有大家去敦請韓國瑜出來選 是這樣嗎 所以不需要在制度上面去調 什麼一階段兩階段 但是當時是因為國民黨 還沒有找出一階段的候選人 沒有一個明確的候選人 現在萬一這個初選的制度走下去 出現了一個明確的候選人 所以我講嘛 一階段二階段也好 這是因為你一個政黨要有一個制度 你該怎麼產生候選人